这是一场怪兽摔跤大赛 胜利的一方将会成为新一代的摔跤王 正是长着章鱼手臂的大鲨鱼 是今天的夺冠大热媒 它还有个响亮的外号 沙臂 决战的对手则是未免冠军 狗王 本以为是场激烈的比赛 可比赛刚开始 沙臂就落入下风 甚至被狗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观众们甚至不忍直视 而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站了出来 她发现了狗王的破绽 就是狗王每次进攻前 都会舔一下鼻子 于是小女孩翻出观众席 借中场休息时间 将她的发现告诉了沙臂 果然在第二回合 狗王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这次沙臂早有准备 轻松躲过了狗王的攻击 紧接着发动触手 缠住狗王 狗王被抛向天空 然后重重砸下 就这样 沙臂赢得了冠军 举起了相当荣誉的金腰带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瞬间沸腾了 时隔九年 这段小镇再次赢得了冠军 所有人都认为 去宣布要离开这座小镇 将自己的天赋带到大城市 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英雄瞬间变成了叛徒 所有人顿时被惊掉了下马 他们的心情如遭雷击 但更绝望的是 市场还要将摔跤厂拆除 因为没有了摔跤手 小镇就失去了大部分收入 根本无理偿还摔跤厂的贷款 听到这个消息 威尼第一个反对 因为摔跤厂的剑道者 正是他的父亲老白 老白曾经带着摔跤手伦阳王 连续九次赌的冠军 称霸整个摔跤联盟 可就在一次征战的途中 不幸发生了意外 小镇也开始没落 直到天才摔跤手 沙臂的出现 可是没想到 等来的就是沙臂的背叛 如今想要保住摔跤馆 就要再次训练出 一只冠军级别的怪兽 于是回到家中 找到了附近留下的教练笔记 他要前往地下摔跤厂 寻找有天赋的怪兽 来到场内 他就开始记录着 每个怪兽的数据 比赛结束后 他就跑到更衣室 和怪兽谈判 和他青涩的外表 和不成熟的想法 却遭到了怪兽们的嘲笑 就这样 威兽打击的威尼 来到酒吧喝魅酒 而就在这时 一只怪兽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居然是连羊王的儿子 杰哥 自从连羊王和父亲 一起失踪后 他也不见了 原来是在这里打假拳 看到这一幕 威尼连忙上前相认 和杰哥并没有时间搭理他 他一心想着如何被对手揍 只要输掉比赛 就能拿到报酬 可是没想到 他一挥手 居然把对手打倒了 看到这一幕 赌场的老板非常生气 杰哥想要解释 但老板根本不给机会 还让杰哥十倍偿还 就在这时 威尼从天而降 他答应帮助杰哥还钱 但作为代价 必须跟自己去打比赛 杰哥本是拒绝的 因为这么多年 他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他不想走父亲的老路 但面对高额的赔偿款 他也只好答应 就这样 一人一兽赶回了小镇 本以为杰哥可以展现天赋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废 这么废才的怪兽 你绝对没有见过 女孩想要将他训练成社交王 可他实在太懒了 每天都在睡觉 甚至用鞭炮都叫不醒 用尽吃奶的劲 也只能拉动一次汽车 引起向上 也只能做半个 而佛沃城 则一个都做不了 没过多久 到了怪兽社交大赛的日子 杰哥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一只凶狠的山羊怪 看到这一幕 杰哥根本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早已有了对敌之策 比赛刚开始 杰哥就引起了剧本 看到这么拙劣的表演 山羊怪被激怒了 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于是纵身一跃 杰哥被吓傻了 好歹铃声响起 第一回合结束 可就在这时 小美却说到 这里是正规比赛 只有赢家才能拿钱 输了一分钱都没有 他听从小美的战术 在第二回合的时候 拼命逃跑 于此消耗山羊怪的体力 就这样 他跑了7749圈 杰哥凭借着最后一点力气 勉强赢得了比赛 解说员表示 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比赛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 摔跤这项运动 这也让小镇上的人们 更加看不到希望了 可是没想到 却激起了杰哥的斗志 他开始魔鬼训练 虽然尝试了各种方法 可始终没有进步 这让杰哥有点自暴自弃了 他认为自己终究无法成为 像父亲那样优秀的摔跤手 正当两人一筹莫闪之时 他瞬间明白了 于是 小美将舞蹈和摔跤相结合 制定了新的训练计划 没想到 杰哥真的展现出了天赋 比赛一开始 他就拽着对手跳舞 这让对手一脸懵逼 瞬间被打乱了节奏 最终 杰哥一个爆摔 直接赢得了比赛 可这种打法 终究不被人们认可 他们认为 这根本不是摔跤 而是一场闹剧 但杰哥根本不在意 别人的看法 依旧我行我素 每天坚持训练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杰哥利用他独特的摔跤舞蹈 击败了很多强大的对手 直接杀进了总决赛 而他的决赛对手 正是背叛过小镇的沙臂 就在第二天 杰哥照常去训练 去发现拆线队 正在拆除训练场 原来是沙臂出高架 提前买下了摔跤场 而此时 摔跤场已经被堆满了炸药 在媒体的见证下 沙臂启动了引爆器 可是没想到 却没有丝毫反应 原来是杰哥拔掉了引线 就知道小怪兽 居然要挑战世界冠军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在自寻死路 对手更是不屑 给这种无名小卒比赛 听到这个消息 小镇居民瞬间沸腾了 在杰哥的不断挑衅下 也彻底点燃了沙臂的怒火 他们定下生死局 只要杰哥能在擂台上 撑过三个回合 就能流入体育馆 为了赢下比赛 小镇居民也不敢松懈 他们针对沙臂的特点 为杰哥搭建了魔鬼训练场 杰哥也没有犹豫 直接冲了进去 转眼间 就到了大赛的日子 杰哥戴着墨镜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走进了赛场 另一边 沙臂高举进腰排 输货的却是一片虚声 比赛正式开始 好的杰哥抗击打能力很强 很快就站了起来 随后杰哥认真比赛 凭借灵魂的五步 完美躲过了沙臂的攻击 就这样 第一回合结束 即使沙臂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下回合再战 可没想到 在中场休息时 沙臂的教练 制定出了新的战术 果然第二回合 杰哥就被沙臂死缠住 原来沙臂遭有准备 他针对杰哥也做了训练 面对沙臂的攻击 杰哥只能被动挨打 毫无还手之力 沙臂找准时机 用触手缠住了杰哥的脖子 眼看就要命丧于此 银声再次响起 杰哥被救下了 但这样下去 下回合 杰哥必死无疑 温尼不想让杰哥出事 于是想要扔出白毛巾 放弃比赛 但却遭到了杰哥的阻止 杰哥看着父亲的画像 又听到了掌声 他决定继续站下去 这次杰哥没有躲避 而是选择和沙臂硬碰硬 这样沙臂措手不及 两人你来我往 平分秋色 可没想到 杰哥一个失误 还是被沙臂抓到了机会 畅谈要了杰哥的小命 虽然处于下风 但杰哥开始趁机 抓住了沙臂的触手 杰哥突然灵机一动 将处处安在柱子上 随后杰哥爬上柱子 准备泰山压顶 就这样 两人重重撞在了一起 然后都倒了下去 不久后 沙臂爬了起来 而杰哥还在昏迷 就在这时 体育馆响起了整齐的掌声 在不断鼓励杰哥 下一秒 杰哥居然满血复活 看到这一幕 沙臂彻底怒了 但这也让他露出了破绽 杰哥找准时机 将沙臂撑飞了出去 后来绳索的反弹 他放出了终极大招 最终 杰哥击败了沙臂 举起了扇中荣耀的金腰带 也保护住了这座摔跤场 即使一介废柴 只要不认命 就有机会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